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21号在北京登场 外交部长王毅呼吁 在当前的单边主义盛行情况下 中日韩应该团结一致 共赢挑战 那么你如何来解读本次三国外长会的意义 中日韩三国可能在哪些方面展开合作呢 其实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当前形势下 特别是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个状况下的话 不单单中美两国关系 而且也影响到了东北亚三个重要国家的合作 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最近两个月 也跟韩国闹起了摩擦 特别是在经贸领域 日本也提出来包括中日相关半导体材料 出口韩国的一系列的安排 在这样一个形式下的话 我想中日韩三国外长坐下来 表面上看可能涉及到外交的事物比较多一点 但是它也涉及到了中日韩三国包括东北亚自贸区建设的一系列的安排 这些倡议早已有之 但是在当前形势下的话 我想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这样一个状态 各方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提速东北亚自贸区建设 应该说是这一次三国外长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且也为接下来三国国家元首会晤 也要设定一定的日程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个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从去年年初开始 朝鲜半岛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包括几个国家互动增加 那么目前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怎么样保证半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呢 也确实是当事国 也就是中日韩三国非常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感觉 这一次中日韩三国外长在北京会晤 正当其实他承载着稳定多边关系 稳定经贸往来 稳定地区局势的这样一个重要使命